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相机的曝光模式最重要 而且我认为是所有初学朋友都应该先练习学会的 那个模式叫做快门优先 那快门优先是在相机转盘哪个位置呢? 你看一下在你上面的曝光模式转盘上面会有个叫做S 也是你画面的左上角出现个S 那个就叫做快门优先的那个模式 在Sony Alpha 6300的那个快门优先的意思就是说 快门光圈感光度三个曝光三元素 我们待会的拍照的时候我们只要专注在快门的选择 那其余的比如说像感光度或者是像光圈 那相机帮我们决定去调整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我们拍照速度可以非常的快 那个这样子叫快门优先 那所以各位朋友待会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那麻烦你跟我做一样的设定 就是第一个把模式转到S 第二个模式就是 再进到Fn 这个按键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下面有个叫做ISO 那麻烦你也跟我调到自动 并且再按右键进来 将这个ISO 自动ISO最低值 以及上限值 那帮忙调高一点 这样子你在练习说 你可以发现这样子比较 挫折感比较不会那么大 OK好 那这样进来后 我们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快门优先怎么用 那快门优先 我刚刚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只要控制快门就好 像是光圈跟ISO 那下期我们决定就可以了 所以说当你转到上面那个转盘 你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这个就叫做快门速度 那比如说我们先从比较慢的开始 比如说15分之一 你会发现15分之一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慢速快门 那为了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慢速快门 什么是比较高速快门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叫做牛顿摆 那待会我会像这样子不断的摆动 大概拉高在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它不断在摆动 那摆动过程中 我们可以不断的控制快门速度 来让这个摆动这个上面的这个 铜球能够拍到清楚 那为了让大家方便 所以说我先转到 比如说像是五分之一秒 那我待会我会不断的调整快门速度 我们来看见快门速度 快跟慢 在画面上有什么差别 好 所以说我为了示范方便 我就先帮按快门对好翘以后呢 我拉着这个牛顿摆 往这边摆动 你可以看到它不断的摆动 那你想让快门的顺势直接按下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每颗球都非常模糊 代表说这个快门速度 来拍这个牛顿摆 这个上面这个球在摆动的时候 速度并不足以把它给拍清楚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就要把快门速度 逐步增快就可以了 那我们每次做增加为原来的速度的一倍 也就说呢 像是十分之一 五分之一 那待会我刚慢慢转 你会看到画面转到 比如说十分之一 好 那我们来一样 我们要是把快门对好交后 我们把这个拖到一样的位置 一样再摆动 然后我们就这样拍下去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比刚刚清楚一点了 那个残留的影子没有那么重 这是十分之一的速度 那如果是五分之一呢 你会发现非常的模糊 换句话说 我们只要把快门速度逐步的增加 就可以去捕捉这个摆动的铜球 它摆动的样子 试着把它拍得更清楚 那十分之一显然不够 不如我们把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 我们来到个一百分之一好不好 好的 我们直接来到一百分之一 那一样 我一样是把这个铜球 拉到差不多高度 它正在摆动 好 我们一样来看这个拍得如何 你有发现 诶 好很多 这边的铜球已经算是清楚了 可是呢 在摆档的时候 摆动最快的速度是这一颗球 你有没有看到它十分模糊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拍出一个 整个非常清晰的照片 显然我们的快门速度要再快一点点 好的 那一次为了要速度稍微快一点 我一样调高一倍 那原本是一百分之一 我速度再增加到两百分之一 一样 我做一样的动作 把这铜球往这边摆 好 我拍了两张的实验组 我们一样来看照片 诶 你有发现 这个皮子在撞起的铜球 已经算是非常清楚了 这个没有问题 只是呢 我们看看旁边摆到最高速的球 嗯 还是不够清楚 但是比刚刚好多了 整个球体的形状已经看清楚了 那两百分之一就是比一百分之一还要更快 更能去捕捉 正在晃动中的铜球的摆动的样子 那两百分之一显然还不够 然后我们一样再加快一倍 我们来到四百分之一 好 四百 我们再试一次 一样我拉到最高 大概一样的位置 去摆动 为了要拍照清楚一点 于是呢 我们多拍几张 好 我们一样放大来看 诶 好 不好意思 是我按错了 这边的铜球当然是没有问题 大概刚才两百分之一 这边皮质撞起的铜球当然是都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摆到最高处的这一颗 有没有发现 实际上比刚刚清楚的非常多了 但是整个球体还不够清楚 那换句话说 我们待会会做什么事情呢 继续把快门速度提升 来到多一倍的速度 快一倍 我们来到八百 同样的我们一样再摆动这个铜球 好 我们会多 我会连拍几张 好 一样 我们来看拍出来效果如何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铜球已经非常清楚了 是不是只要把快门速度增加 我们就可以把铜球 摆动中的铜球给拍得清楚呢 所以我们再多看前面这一张照片 一样我们按放大 这边 鼻子撞结这几颗 当然清楚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看看摆动到最高点的这一颗呢 再进一步放大看 还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模糊 那代表说我们速度要再加快一点点 于是呢我把快门来到了 比如说我们来到一千两百五十分之一 我们再试一次 为了要方便 我就连续多拍几张 好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刚刚的照片 我们找一个刚好球 这张不错 刚好摆动在外面 算是一个蛮高的位置 我们慢慢往这边看 会发现 这个球的球体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整颗球的样子是清清楚楚 那换句话说 我们大概约莫像这样的速度 调整到八百到一千分之一 就可以把这个摆动的铜球给拍得清楚 可是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从刚刚第一张照片到现在 我只控制快门 其他的像是感光度 以及光圈 我要相机去帮我去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留意一下画面 当我把我的快门速度不断给它改变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ISO跟光圈 是不是都一直在改 ISO是随着我的快门速度在增加 而光圈一直保持一样呢 这就是在快门优先前提下 我们只要控制好我们的快门 那么快门能够快到 把我们要的东西捕捉住 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说光圈跟ISO 让相机帮我们去自动去处理 那这样子会我们的拍照速度 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我会比较建议初学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学习快门 建议从快门优先开始练习 这样子你可以逐步的调整快门速度 来学习到底快门在拍照过程中 能够帮助我们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那本篇教学就到这地方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 谢谢